莫迪这无疑是给中印边境危机再添一把火 印度刚向中印边境增兵 巴基斯坦就向印巴边境增兵 果然是铁哥们儿 近景关注本节目 印度与中国一边谈判 一边却派出更多部队进入边境地区 可见印度没有多少诚意 想缓解中印边境危机 7月3号 莫迪视察了拉达克地区 并鼓励和慰问当地驻军 这个举动无疑是给中印边境危机再添一把火 然而中国铁哥们儿巴基斯坦 再次用实际行动牵制印度 根据印媒报道 巴基斯坦近2万军队 向印度的拉达克地区北部边境移动 总兵力超过了印度正面的防御军队 而且巴基斯坦的雷达系统已经开启 进入了战斗状态 这一次莫迪刚慰问前线军队回来 而前线军队却受到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军队的压力 不但人数上没有占优 还要双线作战两面受敌 可以说刚被莫迪鼓舞起来的士气 一下子又跌到谷底 现在印度军队在拉达克地区处境非常尴尬 印度从来没有试过同时和中国和巴基斯坦交战 一下面对两个国家的冲突 印度胜算非常低 根据印度在中印边境的军力和装备 光应付解放军已经极度吃力 现在还要加上巴基斯坦从另外一个方向的进攻 印度军队根本无法应对 自从1962年印度惨败给中国以后 印度对中国军力非常忌惮 现在的军事对峙 印度要用200%的精力密切关注解放军的行动 而巴基斯坦这时向印巴边境地区增兵 郑重印度软肋 而印度前线指挥官 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军队 优先是指唯一考虑是解放军在干什么 可以说解放军任何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刺激印度军队的神经 这是1962年印度惨败的后遗症 这时巴基斯坦的机会来了 一旦中印之间矛盾升级 或者情况有所变化 巴基斯坦直接军事攻击的概率非常高 况且印度军队主力已经被中国牵制 现在中印巴在拉达克地区的情况是 最强的中国继续保持克制 印度军队神经兮兮的密切关注中国的动态 而巴基斯坦军队等待中印冲突再次升级 随时捅印度一刀 如果印度企图先解决巴基斯坦 解放军部署马上有所变化 又让印度不得不放弃行动 现在边境冲突难题又甩在印度面前 撤还是不撤 继续与中巴两国在边境对峙 还是主动认怂撤出新增的部队 现在边境冲突 印度已经失去的战略主动 印度要考虑如何比较体面的收场 别想找回加勒万河谷被通欧的场子 不然输得更多